名模洪小蕾被起诉了 上个月他酒驾跟机车发生了差状 酒车值高达1.04毫克 由于市政明确 所以警方没有传唤他说明就直接的癥结 依照了公共危险罪起诉 向法院申请检疫判决 而对于酒驾事件 他的先生王世军说 当天是跟朋友小聚 刚好是司机请假 所以才会由太太开车 这不良的示范 他代替太太向外界道歉 陈昊王建民一起出席 早产儿义卖活动 已经有一个小孩的名模洪小蕾 展现好妈妈形象 只是上个月洪小蕾却酒后开车 还在台北街头跟机车骑士发生差状 交检方依公共危险罪起诉 上个月26号凌晨 洪小蕾才和朋友吃完宵夜 喝了点酒的他 开车和机车骑士发生了差状 骑士右小腿受伤 警方到达现场 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 一撤之下 竟然发现洪小蕾的酒车值 高达1.04毫克 一个意外啦 因为本来我们出去 一般来讲都是时机在开嘛 有活动的话 那天是时机零时机一下 感觉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啦 让他自己也觉得很内疚 做了不良示范 先生往士君代替妻子 向外界道歉 保证不会再犯 只是身为公众人物 言行举止 还是得小心准胜 昨天许志明春如 海北报道